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利華古信出征肉絲殺 在星期五凌晨 歐洲聯賽分組賽第三輪繼續 G組的一場對決中 貝迪斯與利華古信合路相逢 兩隊在分組賽連勝兩場 不過利華古信上將被得甲的霸主拜仁教訓 球隊上下心有不甘 今次出征歐洲聯賽 利華古信力球全取三分來洗腿 貝迪斯分組賽與利華古信、 Selote以及費倫斯華路士一組 雖然有信心得到前二 但想得到投名直接晉級 必須越過利華古信這場大山 今次與他們直接對話優惠重要 雖然在分組賽前兩輪過後 貝迪斯與利華古信取得兩連勝 不過無論是面對Selote還是費倫斯華路士 貝迪斯也有失球 兩場比賽崑牆失兩球 後防試漏洞百出 聯賽中 貝迪斯雖然在近幾輪的戰績都算不錯 但贏的對手多數是排名下游的隊伍 確實是不喜歡反應球隊的實力 上場面對聯賽負率接近九成的阿拉維斯 貝迪斯在最後時刻 都要靠波查伊格利西斯的入球 注殺對手驚險之下才得到三分 今次 歐洲聯賽中要面對得甲競女利華古信 貝迪斯確實不宜高顧 跟貝迪斯一樣 利華古信在歐洲聯賽分組賽中 同樣以兩年勝開局 不過他們在攻入六球的同時 只失一球 攻防表現昆衡明顯 比貝迪斯好 至於聯賽方面 利華古信在前七輪 與拜仁並駕齊區 不過在上輪大敗給拜仁之後 目送對手反超多蒙特 排上榜首 就算是輸了給拜仁這一仗 令利華古信在各項賽事五連勝被終結 但球隊反而鬆了一口氣 因為在德甲載落力增管 其實都希望渺茫 不如專注在歐洲聯賽上 而且不迪拜仁這一仗 也令利華古信的後防線敲響了警鐘 現在回到歐戰 他們將會打勝12分精神 在進攻方面 作為今季德甲攻擊力最強的球隊之一 利華古信的火力還值得信賴 尤其是首席得分手 拍得烈書氣客 幾乎輪輪聯賽都有球入 就算他還未在歐洲聯賽分組賽中入球 但這位捷克前鋒仍然是貝迪斯最為忌憚的球員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